原来只会智光 打起佛法桥梁 生命电视 用爱创造新世界 生命电视 用爱创造新 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抬头法师太缅红法迹行 泰北长久以来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与缅甸辽国接壤 古老的兰娜文化 多种民族的融合 建构出丰富的历史背景 在这片时光 如落花般飞逝前 现今的潮流色彩 又及时的一笔笔 泼墨出属于当代的生活模式 于是交织着历史 与现代的一幕幕 形成了独树一格的 泰北风采 呈现在这绿意风柔 红花缤纷的土地上 泰国和缅甸 悠久的佛教文化 也在泰北及泰缅交界处 生根茁壮 环宇传法立友琴 身遍三界镇大千 海淘法师在2014年10月 泰缅红法行程中 带来了几次处障的有力法门 慈悲施食 救护生命 以及传承大乘八观灾戒 我们先来回向功德 放声 点焉供 不是药 念佛 他们都可以得到功德 快乐 来自于布施 来自于奉献 当然站在小乘佛教说 要打坐 修不尽观 贪欲才会消除 但是佛陀说很简单 你只要慈悲心去布施 你有了慈悲心 心中的烦恼就不见了 像刚刚各位拿水去放在树下 很慈悲 心中有没有痛苦 忘了欠人家钱 忘了老公对你不好 通通忘了 忘了你在生病 所以慈悲是消烦恼 最快的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你只要一心一意慈悲念观音菩萨 你心中的贪嗔痴烦恼就没有了 因为本来就没有贪嗔痴烦恼 大乘讲空 对不对 解脱到小乘说 有有贪嗔痴 有死亡 所以我要赶快出家 我好好修行 不然我会轮回很痛苦 那叫小乘佛教 我们要尊重 但是大乘呢 贪嗔痴只是一个假的 暂时的存在 贪嗔痴的本体都是空性 坏人的本体 可不可以成佛 可以啊 放下屠刀就可以成佛了 坏人也可以成佛 所以大乘佛教人说 没有贪嗔痴 因为本来就没有 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 没有生也没有死 所以你们念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是诸法空向 快乐痛苦 都是假的 虚幻的 但是唯有一种是真的 慈悲心 空性 所讲的 显现出来的行为 就是慈悲 所以当你慈悲的时候 烦恼就没有了 空性就展现了 所以 要成就自己 快速解脱最快的方法 就是发大心 去利益所有众生 请记住这句话 当地信众大多士出文词 熟圣法门 在文法中了解道理后 又得以利及付诸实行 莫不把洗充满 红法之鱼 法师也带领大众 参访台北别具融化特色的 寺鱼道场 提解佛教声广的内涵 在不同的土地上 盛放得芬芳 步行在慈悲清朗的路上 沐浴在佛法的 自卑流转中 奉行慈悲舞着诗实 法药共众 点灯 救护生命 孤儿院和老人院爱心关怀 慈悲妨碍在人间 成了永不褪色的滋养 我们在斯里兰卡 已经救了五千八百头的牛 我们在缅甸养光 有两个放牛的地方 一个是新瑞丽农场 那边有水牛七十五头 黄牛一百多头 另外在里养光四五个钟头 那边又养两百头牛 那边是一个出家人帮忙 地方很大 法音宣流 慈行天下 海盗法师多年来 在世界各地弘扬佛陀教法 启发大众的菩提心 慈悲心 并以救护生命和慈悲事实为加行 带领大众在利益众生的实修中 得到进账集资的利益 在2014年 泰免红法行程中 法师除了孜孜不倦的 每日领众放生失实 更积极为救护牛只寻找养护原地 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啊 这个寺庙可以替我们放牛 而且农业部可以代替去养啊 总继这次的泰免慈悲之旅 时长的救护生命活动 共救了八十四头牛 以及无量的水路众生 因为我们这次来远殿 来泰国 都对当地的友情 不所帮助 我想生命是难得的 如果说来玩 那就浪费生命了 浪费钱了 但是呢 我们一切都以他的行为在付出 就像下午我们救牛 他们黄牛七千块 水牛两万两千块 那一位婆士法师说 他们都是在投在场 马上去救的 尤其殊生的是 在缅甸大齐利 有居士发新石甲地 以着手规划 作为养护牛只的护生园区 有一位居士晚上 我们就去了 他说他 他也会想办法在山上 找一块地 能够救更多的牛啊 说功德无量啊 因为莲花生大师说 救一只羊 等于出家一辈子的功德 救一只野生的山羊 等于出家七辈子的功德 为什么 有什么慈悲的功德 何况救牛 救牛 所以各位有机会啊 多帮助 为什么你要救呢 因为你救牛 你就可以超度所有的牛 因为站在菩萨道 我们要累积这个功德 我救过牛 所以所有的牛的亡魂呢 我超度它就会高兴 如果各位想要超度地狱道 也可以 你发愿这一辈子不再生气 断称慧心 可度地狱道 珍贵菩提心 众生安乐音 救护生命是遣除为源 迅速积累不会自良的有效方法 不但利益了被解救的众生 也能增加自己现世的福报 获得健康长寿的善果 更是往生净土的重要祝愿 成就佛道的资良 大家阿弥陀佛 学习佛佛 就是学习佛佛的平等大悲心精神 所以佛地只要保护所有生命 你看后面这些水牛都快乐 本来他们要被屠杀了 牛过去为我们人类耕田 为我们产生牛奶 牛一辈子再修苦行 吃素 所以希望大家 花费慈悲心 救更多的牛 水牛 让他们将来也成佛 阿弥陀佛 清晨在几身清脆的鸟迷声中 拉开了笼罩天际的雾木 晨曦流泄着温暖的光芒 唤醒泰国最北端的小城 美赛 美赛是泰国最北的重镇 和缅甸大西里之间 以洛克河相隔 1960年时期 修建了一条由糯米 土 砂糖 生石灰等混合材质 所组合成的桥墩 以利两岸人民的通行 太免两国人民 在这里可以随意进出 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长约50米的国境桥 几乎将两个城市融为一体 桥上交通往返非常频繁 也造就了当地共生的丰富种族文化 为于大祈礼的观音寺 现由洪光法师住持 有鉴于当地佛子 尝试透过电视网路 收看海淘法师洪法 可求能亲吻法音 并参与诗时 救护生命的圣会 于是洪光法师慈悲 代替佛子们请法 促成了此次海淘法师 太免洪法的因缘 在这边常常从电视台里面 收看到生命电视台 也长期在看法师的一些活动奖金 信徒几乎大家都对法师很熟悉 只要提到海淘法师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字 我看这一次大家都很 很法喜 很多人平时很少来的 只要听到有海淘法师过来的 大家都赶过来 甚至从缅甸瓦城 这一次的居室 从瓦城东之 还有更远的 还在密芝南那边的居室 还有景东的居室都赶过来的 听到海淘法师要来 所以这次沿地来的居室很多 差不多有五六十位 那昨天呢还有到 从青麦来的 青来的赶过来的 所以这次真的很殊胜 我想大家 就是因为在那个电视台 看到法师常常在那边弘法 所以听到法师的 这个一个 讯许大家都赶过来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看看有没有这个因缘 能够得到法师的慈悲 能够常常到这边来弘法 借法师的力量 把我们的北传的佛法 在一个地方 一个很偏僻 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能够传播出来 我相信将来 对我们这边地方的人 对我们寺院的一个发展 都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泰棉关口后 海淘法师随即来到 大吉利观音寺 由于大吉利是 泰棉辽金三角的核心重镇 法师也特别启发大众 转贪嗔痴 而追随佛法僧 打造智慧的金三角 善用此地学佛的自由方便 开发生命真正的快乐泉源 就像人家说 这边叫金三角 金三角流行什么 毒品 那他们问我 我说没有 我说金三角 流行贪嗔痴 所以叫金三角 但是金三角有佛法 所以叫金三角 这边有观世音菩萨 有释迦摩利佛 有佛经 有出家人 金三角 所以如果你追求 世间的忘记 那真的是三角啊 贪嗔痴啊 如果你追求佛法僧三宝 这边是金三角 这边你要修小秤的 可以 这边你要修大秤的 可以 这边自不自由啊 这边自不自由啊 自由啊 像各位你去泰国缅甸 很简单啊 如果你住在美国 你就知道什么叫不自由啊 如果 你要了解快乐就在这地方啊 天气又好 钱又好赚 寺庙又多 出家人又多 要放生 没人管你 好 因为太好了 所以贪嗔痴很重 每天要钱啊 爱睡啊 漂亮啊 玩手机啊 那 那 那 你在享受金三角的贪嗔痴 你就痛哭了 但是 那在这边佛法修行 哎呀 太好了 太免边境因为战乱 毒品肆虐 贫困 缺乏医疗 造成许多单亲 或没有父母的孩子 此次大齐力红法行程中 海淘法师特别带来来自台湾 大陆 马来西亚等地聚集的爱心 将温暖送给孤儿院中的孩童 首先 很谢谢 几位我们法师 还有居士的安排 让我们有一次 能够慈悲的机会 因为我们佛教徒 永远相信 做好事善有善保 而且 能够让自己的生命 有爱心 有慈悲心 这是最好的生命 过了院内虽然资源有限 但法师教导小朋友 看到自身具足的财富 健全的身体 年轻可以学习的时光 以及浮惠人生的道德观念 各位在缅甸出生 你要觉得自己是最有福报 因为我们缅甸有佛教 喜欢做好事 道德 这是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而且各位住在这里面 这么多兄弟姐妹 还有很多爱心的人 大家互相帮忙 我外面还看到很多可爱的流浪狗 在这边也很快乐 这就是我们在追求生命的快乐 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还这么年轻 我们好羡慕啊 一个人就算他五六十岁了 他拥有几百亿美金 都还不如各位现在十几岁很健康 又懂佛法 所以每一个生命都要被帮助才会成长 所以各位住在里面 一起经常被帮助 但是就在学习将来长大如何帮助别人 我们也要将来长大帮助更多人 帮助更多流浪狗 这才是最重要 就像佛陀要我们出家人 不能有自己的钱 不能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也离开爸爸妈妈 他就叫我们学习 你要被帮助你才会感恩 进一步你也要这样去帮助别人 让大家都快乐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看不起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心中有佛 我们是佛教徒 虽然可能你没有跟你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但是这些老人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也去关心他们 前面还有一个老人院 我们刚刚走错了 那边有很多老人 你也要去关心他们 所以佛陀说 痛苦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因为痛苦 我们才会学得 关心别人的痛苦 所以如果各位很有钱很有钱 你就每天打电动玩具去玩 你就不会提早了解佛陀的智慧了 所以我们佛教徒 把爱心把慈悲当做我们的生命 也希望各位在这边学习被爱 也学习将来也要去爱更多的人 爱穷人 爱有钱人 爱动物 我想这是我们有因缘 大家生活在这边 因为我们是被国家爱 被政府爱 被大家爱 我们进一步也要去爱所有的一切 也希望各位学习过一个 不要贪心的生活 如果我们不要贪心 欲望比较少 我们很快乐 所以佛陀说 没有欲望的快乐 比满足欲望快乐百千万倍 要学习那种 没有欲望不贪心的生活 在三间孤乐院的奔走过程中 车队伍一间来到一间老人院 法师也特别把握这个机缘 为院内老人们做简单的药师烟供 祝愿老人们平安健康 院内老人领受大家的关怀后 也为大家祈愿祝福 现在老人也要跟各位祝福一下 他们会念经哦 你们合掌啊 祝福今天来的高僧以及所有一切祭祀 身体健康 望是如意 出入平安 心想事成 大家叽叽力力 互相相爱 谢谢阿弥陀佛 好 那我也代表很多信徒 这边有五千块美金 来 故事 那现在我们居士 应该可以一人拿一包 然后呢 跟小朋友结缘 他像你的兄弟 像你的子女一样 好快乐 慈悲之旅随行团员们 在大喜利山间的三间孤儿院 分享着食物 文具 衣服等生活用品 喜悦的心情 在夜色中 叹亮成一道慈悲的光明 目标 家家马 尝燃天耀 穷墙 各位慈悲的生命菩萨 你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生命菩萨 我们就一起在关心的世界 关心的所有生命 那些被杀死的动物 那些为超度的这些痛苦的众生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就把这个力量一直在关心了他们 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净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收看生命电视台 按照生命电视台的佛陀的正法来修行 那么更要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让它法轮长转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慈悲众生和谐家庭 欢迎收看并护持生命电视 让此音转动化解烦恼人心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 所以佛法说一个房间三千年黑暗 三千年黑暗 点一个灯 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哪怕你做了三千年的坏事 但是真心的忏悔 业障都可消除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忏悔 而且不是往你自己忏悔 爸爸坐这边 妈妈坐这边 过去式的爸爸 过去式的妈妈 我们要替爸爸妈妈忏悔 再来前面过去我们杀生的 堕胎的 吃他的肉 各位 你随便在路边把一棵树砍掉 小心你车祸 树有树是精 你砍他就等于砍他的手脚 他会制造这些车祸 让你流血 所以你要忏悔 后面我们要想的 替非洲人 替所有缅甸人 替所有地狱道 恶鬼道的众生忏悔 所以佛教里面说 忏悔不可思议 只是我们站在大乘佛教 不能光为自己忏悔 为爸爸妈妈 父母祖先 为自己对不起的众生 等下各位来观想 我跪在他们面前 向他们忏悔 希望你原谅 不要伤害我 你赶快超度 也替众生忏悔 真心忏悔 业障就改变了 身心得到亲娘 站在大乘佛教 上品的忏悔 一败下去 八万四千毛细孔都会流血 都会流血 因为你的业障跑出去了 本来在你身上 要让你得癌症 制造车祸了 你虔诚悔 他就流出去了 中品忏悔 七孔流血 像我们凡夫叫下品忏悔 痛哭流涕 所以各位呢 爸爸在得癌症 妈妈心脏不好 我们替儿女呢 当然要替他忏悔 希望爸爸妈妈 赶快健康 所以过去 我们造了一些恶业 我们现在的儿子 有点白痴白痴 不吃饭 那你做妈妈呢 要忏悔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 经常被她先生打 她先生喝酒回来 就打她就打她 她很想自杀 后来她妈妈 就问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就跟她说 她的先生 就是她过去 这个女人养的那只牛 她没事就打她 打她 最后把她卖了 杀了 那只牛现在来做她老公 你上辈子打她几下 这辈子她就打你几次 所以各位 不要欺负动物 但是如果你这辈子 有别人骗你钱 骗你感情 伤害你什么 都是你过去对不起她的 我们现在虔诚的忏悔 消业障 还要把功德回向给她 所以大家要虔诚忏悔